大家好,我是小月,我现在在西安 今天晚上带大家去看一下西安的大唐不叶城 大唐不叶城被网评为中国最好市井街区 原长是2.1公里 一看到这个树上面挂着好多的灯,我都被震撼到了 太漂亮,真的是灯火辉煌 流光溢彩,简直太漂亮了 现在是11月底 街上还有好多的人,每天都接待很多的人来西安旅游的 还有当地的人在这里游览 西安是一座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城市 把这里打造成这样一个非常漂亮 回到唐朝盛世的一个灯光视觉 被他的夜景给震撼到了 这个角度的大雁塔是不是特别好看 我们再往前走一走 说前面有好多的这个表演 大唐不叶城是免费的 而且不用预约,直接就可以来 打了非常多的灯光 简直堪称是灯光秀了 这各种颜色的灯光都有 绚烂多目 一个历史文化街区打造成了西安的一个名片 这个角度得看一下大雁塔 大雁塔 大雁塔在灯光的照耀下都成魔幻的大雁塔 这里是玄奏广场有一组玄奏的雕塑 这个角度看一下是不是人特别的多 公轴线的景观是一条2100米的横贯南北的中央 雕塑景观《步行街》 也是亚洲最大的一个景观大道 展现了李世民、李隆基、武则天、玄奏等一代帝王 历史人物 英雄故事为主题的一个大唐群音雕塑展 这个就是真人演出 这个是网上说的那个不倒翁的那个演出吗? 这是中轴线的那雕塑 广潮的诗人 都有在雕塑中展现 这个是现代人跟穿着古装的这个人 在一起下棋呢 也引来了无数游客的围观 这里简直好漂亮 这里是贞观广场 有些建筑是访唐的建筑 好像穿越回长安夜市的感觉 仿佛回到了唐朝 唐朝在多数人心中是最繁荣鼎盛的时期 唐不叶城最很好的就是展示了当年长安繁盛的时期 各种元素都有加上灯光秀 两边有是各种剧院还有电影院 音乐厅 各种的展览展出 中间还有音乐喷泉 前面是一个网红的表演节目 踩车巡演叫 精彩分城 展现了唐歌舞的风韵和西域舞者的曼妙舞姿 大家如果要来大唐不叶城看演出的节目 一定要做好攻略 演出的大概时间都一定要查看清楚 要不错过演出时间了 大唐不叶城真的是感觉回到唐朝盛世 灯火辉煌 古建筑舞台表演等等 非常的好看 而且代入感非常的强烈 吃的喝的玩的音乐厅 美术馆 而且街头的表演者都非常的精彩 如果来西安旅游的话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哟 边的街景都是挂的 彩色的灯也都非常好看 西安现在真的是一座非常有魔力的城市了 不光有很悠久的历史 而且现代的元素也非常的多 是一座非常让人震撼的城市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